我们要继续来谈因缘果报 那有一些人呢 他在生活里面碰到很多很多的磨难 受了很多很多的苦 那么有些人呢 因此就会推论说 啊 他前一世或者前几世 一定做了很多的坏事 所以呢 今生来受报 所以才这么苦 是不是因果论就可以这样子解释呢 让我们继续来请教圣言法师 师父您好 师父您好 是 师父啊 如果我们这一辈子过得很苦啊 是不是都是因为受报的原因 大致上这样子讲是没有错的 但是 完全是这样子讲的话 有很多人 没有办法承受 也没有办法 能够安心 因为对过去是直接不知道 对过去是 直接没有看到 已经记不得 居然做了一些什么事 那至少这一生呢 没有想到做什么坏事 为什么要承受这么多的灾难 和苦暴呢 所以有一些人 我们跟他们谈的时候啊 本来采取这种观念 应该采取啊 另外一个角度 另外一个观念来讲了 那另外一个观念就是呢 就是我们人到这个世界上来啊 有两个目的 一个是呢 这个许愿还愿 另外一个呢 受报 环报 许愿还愿 还愿喜愿 或者是呢 这个受报 环报 这个是有两个目的来的 那么对于一般的反复来讲 的确是来受报 环报的 那么对于菩萨来讲 就叫趁愿再来 他过去许了愿 过去罚了愿 所以这一次是来还愿的 那么到了这个世界上之后 他还会许愿 许愿下去 下一次再来 再来环报 还有呢 代替世界的其他的人呢 来受苦受难 这个就是菩萨心了 这个代替的意思的 就是说 世界上的很多很多的人 非常的 这个 这个愚痴 不知道啊 是要啊 做好事 也不知道呢 这个 这世界是非常的脆弱的 我们的人的生命是非常短暂的 世界的一切的现象啊 都是啊 这是非常的啊 这个啊 不坚固的 这是不牢靠的 因此呢 他用他们的这个现实人 做法的方式 到这个世界上来啊 就是给人家 试现 这个让人家 遇到了 看到了他们的遭遇之后呢 有一种反省 有一种啊 这个 回头 是案的 一种警觉性出现 像这种 我们也可以说叫它是 是来许愿 来还愿的 过去许多愿 现在来还愿 现在在许愿 现在在还愿 未来再要来还愿 所以是有人 比如说这次 这个最近华航的空难 还有其他的一些灾难的 之中啊 过世的人 他们就问我 这些人 是不是过去做了坏事 所以这次呢 他们呢 就这样子死掉了 是凶死 说残死 我说 这个对他们的家属来讲 不可以这样讲 对这一些 遗难者的家属 如果用这种方式来讲 那使得家属们更痛苦 使得家属们 没有办法平衡 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观点 来解释 来说明 那就是我们叫做先生说法 是用这种观念 来讲的话 大家容易接收 接收了以后呢 心情比较安定一点 比较啊 这个能够啊 得到安慰 安慰一些 不会啊 既然又 既然家里的人 已经受到这个 这么大的 重大的冲击 死掉人了 而且死掉几个人了 还要说他们家里的 这个过去是怎么坏事 怎么做的坏事 做的是坏人了 那这个要受不了 就变成两重的伤害了 是 所以是我们呢 用复法的观点 可以用两种方向 来啊 来疏导 来解释 像因果的关系 也可以说他们就是 来让我们了解 生命是很短暂的 人有旦夕或 是 这也是因果 这也是因果 不管是 是来还原的也好 还报的也好 还原因为它有因 取了愿 还报就是因为造了因 造了因 所以是来还报了 这两种都是因果关系 是 那如果我们呢 能够弄清楚了 这两重的因果关系 两种的因果关系之后 我们可以啊 对自己个人来讲 嗯 要采取说是来还报的 是 那对他人来讲 我们又是他 是还原的 来还原 来还原的 这样子的时候 我们会尊重 尊敬 这个 其他的人 受苦的人 受苦的 其他的人 赞叹 受苦的人 那 对自己来讲的话 我们不能这样子讲 嗯 我们如果是这样子讲的话 自己抬高自己了 自己 所以 这奈哈玛爬到这个 这个什么 灯盘里边 自己撑自己 这是不可以 对自己来讲 就是说 我们 在无量事以来 一定是 照种种的医 还没有聊的 我们这一生呢 应该要聊 比如说 我这样子的人 我这一生 有没有做多少坏事呢 我想大坏事 没有做过啦 小坏事我有啦 那 但我说 我这一生之中啊 这个 这个灾难蛮多的 病痛也是蛮多的 而这个 这个泼则也是很多的 这个一生走到 这个 这个 蛮 蛮 蛮 坎坷的 特别是 我的青年的时代 一直到了 我四十多岁 快五十岁的时候 我还是走到 非常坎坷的路 那 一直到了六十一岁以后啊 我们才有了法谷山啊 是 那个时候 渐渐的又比较 好一点啊 但是 我只到现在 我还是在这 受苦损难啊 那么这个 受苦损难 我觉得 这是我的 果报 这个不是啊 我什么了不起 我过去是个大菩萨 我来还 我来还愿的 我不敢说 我是个大菩萨 我是一个普通人 我是来还报的 我是来报恩的 是 非常谢谢师父的开示 那么师父告诉我们 看待别人的受苦 我们要把它当作是来还悦 那么自己受苦的话 我们要当作是受报 而谦虚的受报 从中呢 获取教训 造自己的福田 那么也欢迎您 在下一集里面 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 佛法的智慧 就免不了要谈到业力 那么师父呢 在前几集里面 也告诉我们 众生有所谓的贡业 那么既然 有人是因为受报 而降生这个世间 也有人是因为还愿 而来到这个世间 那么有贡业 是不是也有贡业呢 我们又应该如何 来看贡业和贡业呢 让我们继续来 请教圣言法师 师父您好 听到就好 是 师父您在前面 给我们解释过 什么叫做贡业 那么贡业又是一个什么 又是什么呢 我再解释一次 贡业的意思 是我们大家共同 造了累世的因 结果呢 我们受到累世的果 在同一个地方 同一个时间呢 得到累世的果报 所以共义 又感到 一种共同的果报 比如说 我们 在这个地球上 在这个时代 我们有种种的 什么公害 那么在古代的人 还没有这样子的 一个所谓 什么第一公害 第二公害 什么 还第三公害 没有公害 这个名称都没有 那 就这个时代的人 在这个世界上 共同 受到了 共害 这个是我们呢 老祖宗 来 制造了 共义 共同的义 共同造的义 在我们这个地球上 使得我们后代的子孙呢 来接收 这共同的果报 这是一层解释的 这个还不是 副教的解释法 用副法的解释法呢 就是说 我们在 在过去 好多其他的世界 一起呀 曾经生活在一起 或者是呢 没有生活在一起 分闭地在不同的时代 不同的世界 但是呢 所造的业 是类似的 那但是呢 它这个怎么样子结果啊 就到了这个世界上 以后呢 在同一个时代 同一个环境之中 来 受到同样的果报 那就是 我们大环境里边的一个 现况啊 就我们 生活在现在的人 共同 能够受到的这个果报 这个叫做 同一 共一 共一 共同的义 受到 共同的果报 另外叫做 同愿呢 愿力所成的 世界 这个是啊 福的固土 我们叫做福的 福国 也说 净土 比如说 西方极乐世界 就是 阿弥陀佛的愿力 所成的 但是呢 阿弥陀佛的世界的愿力 所成 是愿力所成的一个世界 这是阿弥陀佛个人的 跟我们有关系 我们一定要发愿 也要希望生到 西方极乐世界去 还有 也希望啊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跟阿弥陀佛一样的 来发 同样的悲愿 跟阿弥陀佛的愿力 相应 那么 共同的 性质的愿 发了以后呢 我们 往生到 这个共同性质的 一个复复进度去 这个是 同愿 愿力所成 但是 也有啊 生到我们这个 苏佛世界来 是共同的愿力 生得来的 一些大菩萨们 就是趁愿再来 趁愿再来的菩萨 祂是希望到 这个世界上来 度众生 那 像西加牧尼佛 到我们这个世界上 臣服的时候啊 祂 跟祂过去啊 在一起修行的 许多的菩萨 许多的罗汉 许多的地词 也到了这个世界上来了 来这个世界是什么 护法 软法 红法 就是 一几名过去 发了愿 要跟 释迦牟尼佛 生生世世 对随他 一起要修行 复法 一起呢 弘扬复法 一起要护持复法 所以他们都到 这个世界上来了 一直到 释迦牟尼佛 涅槃以后 元旗之后 有一些菩萨 还要 到这个世界上来 发了愿 就是说 叫释迦牟尼佛的 佛法 还留在人间的话 他们呢 还在这个人间 护持啊 信仰佛法的人 修行佛法的人 那 这个叫做 护法的菩萨 护法的神 也有护法的祝福 那么这些呢 也是来叫做 共同 发到 共同的愿 来到这个世界上 共同来护持复法 弘扬复法 是 那么师傅 您在这个 不久之前 曾经举办一个叫 共修共愿的法会 这样的法会的意义 是在 是什么呢 这是因为 我们这个 环境 这个灾难太多 灾难的原因 往往 我们不知道是什么 有什么 什么圣阴年的 圣阴现象 又是什么 这个是大自然的 气候的原因 其实 这个跟人心有关 人心不捉 人心浮动 人心贪 人心呢 都基 人心怀疑 结果 制造了种种的恶意 因为 情绪有问题 所以对自然环境的处理 对社会环境的 这个 这个交往 也会产生问题 既然产生问题之后 我们就破坏 破坏自然环境 破坏社会环境 我们破坏社会环境 破坏自然环境 自然环境也好 社会环境也好 会有反坡 是 大家都讲的反坡 这是英国 反坡 那时候 很多人都不知道 这为什么有这个现象 其实是人制造出来的 这个 因此 我们要 共修 共愿 同修 同愿 大家来 调整自己的心 为 大家为每一个人 祝福 不要 这个 害 害其他的人 要 无论如何 为所有的人 祝福 不要害到任何一个人 每一个人都是这个样子 我们的环境会改变 是 谢谢师父开示 谢谢 那么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的行列 随时随地祝福别人 随时随地呢 调整自己的心 更欢迎您在下一集里面 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 佛法的智慧 提到 最近以来呢 国内外 发生了一连串的灾难事件 那么这是因为 人的心念很坏 所以造了恶业 可是通常呢 我们会认为 造恶业是行为 也就是说 我们做了坏事 才会产生恶业 为什么念头 也会产生恶业呢 让我们继续来请教 盛年发誓 师父您好 陈小姐好 是 师父我们通常 在学校里面挨打 是因为我们做了坏事 那是我们的行为 行为 会产生一个结果 所以会挨打 那么念头 它没有做出来 怎么也会有坏的影响 也会造业呢 是不是请师父 我们说明一下 人 之所以为人 因为是有心 人的心 能够决定一切 如果小的时候 已经呢 要想 要做一个歌星 他就想办法 学歌星的样子 这个也许歌还唱不好 那歌星的打扮 歌星的模样 他也学 价值 价值 价值也学出来 他心里边 想到的 他就表现出行为上 出来了 你想往什么 你就会心里边 想到的 嘴巴里会说出来 这个行为上 会做出来 不管是大事 小事 好事 坏事 都跟心念有关 如果一个人呢 没有这个 没有意愿 要做总统 大家要把他 抬起来做总统 他怎么样子 也没有这个意愿 要做总统 那这个总统 也不会领导他 也许他自己呢 没有这样子大的意愿 可是呢 他也不用这么反对 那人家请他做总统 他心里想 这也是个机会嘛 能够不是为了自己 为了这个国家 为了这个社会 那为了民族 那这也是一个奉献的机会 那这样子的时候 这个念头一转呢 他就会做总统了 所以这句话呢 他不可能做总统 任何一样 也是一样 都是一样 连我做和尚一样的 如果我们也想要做和尚 我一天到晚都想到 我要结婚 一天到晚想到 我这个不是做和尚的料 那我这个和尚做不成的 所以我经常想到 我大哥是个和尚 我应该做和尚 我做和尚做的恰到好处 那因此呢 我做和尚做的非常稳定 这跟念头有关系 所以师父认为心念很重要 心念非常重要 所以心念 我们叫做 身 口 意 这个三意 这个意 造意 是因果报应的一例 以心意为主的 心为导向 是 心为方向 心为我们的行为的主宰 我们通常啊 如果没有心 没有念头 我们的行为 发生的行为 可以说这是灭 应意的一个行为 如果我们心里面呢 已经有预谋 我们也知道 知道在做些什么 在这个时候 你的动作 就是有应意的 你的动作要扶持人的 所以 有的人呢 这个 有的神经病人 拿了枪就打死人了 他因为他是神经病 他这个心啊 不受他自己主宰 他自己做的事情 他自己也不知道 他为什么这样子做 那么这种人 我们说他是精神病的人 所以这个心 跟我们这个行为 是啊 这个密切地相关的 还有在我们这个 佛教里面呢 是这样子讲的 一个行为的完成 一定是啊 这个跟 你的意念有关系 意念 加上你的行为 行为就是表示 用口头的行为也好 用我们的身体的行为也好 如果你的心里面呢 你不知道 那这个行为 是可以不负责任的 嗯 那等于说 自己 我只会举个比喻啊 有一天 我早上起来的时候 发现呢 一只蟑螂被我压死了 嗯 我只要研究 欧为陀佛 我没有故意要杀那个蟑螂 我不是用 我的一种称恨心 杀那个蟑螂 我也没有打死它 这个蟑螂 不知道什么一回事 大概它的因果了 那 我睡觉的时候 怎么会压到它 我不知道 反正是我起来的时候 蟑螂 已经死了 已经死了 扁扁的 那是我杀的 但是呢 没有故意要杀它 我没有觉得 是一个 我故意杀它的 那么这个 我没有杀蟑螂的罪 所以说 我有过世杀人罪吗 这我睡觉的时候 没有蟑螂呢 我怎么知道 蟑螂会到我的船部上来 这个 我对这个蟑螂来讲 我只能叫它抱歉 我只能希望它 这个 以后不要再说 这蟑螂被我压死了 但是呢 我心里都没有一种罪恶感 为什么 我不是故意杀它的 那么如果说 我们 那个行为呀 有一谋 这个 预先已经是想到 我要杀蟑螂 这是处心积累的 要把杀 要杀蟑螂 结果呢 蟑螂杀死了 我清清楚楚的 蟑螂是被我杀死的 这个时候 我作为一个非教徒 作为一个和尚 作为一个出家人来讲 我是应该是要忏悔的 应该是罪恶的 为什么 我被应该杀死他 我可以把他赶走 我可以把他清理走 可以把他 用什么东西 把他装起来 送到外边去 要他自由自在 我不应该杀死他 那这个呢 我讲的例子就是说 行为跟意念 一定是要结合 如果一个行为 跟意念不结合 这个没有行为责任 是 所以意念造的业 会比行为造的业更大 是 所以这个意念的意思 一定是呢 心念跟心念的行为 和语言的行为 或者是跟身体的行为啊 相加 产生了一个 某一样的效果 那也有人说 心念其实 也是很有能量的 是不是呢 有 但是呢 这种能量 非常的微弱 不是那么强 可是 有的人呢 非常敏感 可以感受得到 一般的人感受不到 但是心念 如果太强了的时候 他会表现出力量来 表现出行为来 是 老实讲欺骗人 老实欺骗人 有的时候动作上 表情上 暗示都可以欺骗人 是 非常谢谢师傅的开示 那么从师傅的开示里面 我们知道 要避免造恶业 除了要注意自己的行为以外 更要注意自己的心念 也欢迎您在下一集里面 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 佛法的智慧